各位漫迷朋友好 又是我Candy,Layman 跟大家研究一下4月21日快活谷的夜马赛事 各位未订阅我的朋友 希望可以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大家一起研究一下马仔 如果想接收到Layman 大家一起研究马仔的提示 可以按旁边的小鐘 上天中了一条Q 一条位置Q 連會員片 另外問話馬名單中了一隻不羈的蜂 還有一隻入了Q 希望各位真心支持Layman的朋友 影片可以聽長一點 另外可以看到有告白的 可以點擊進去 看看產品有沒有吸引力 亦都對Layman的頻道可以曲線支持 希望各位在餘下賽季的時候 都可以贏多些馬仔 因為Layman的樓下有個工程 嘀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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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嘀 所以要等他停一停工的時候 才跟大家研究賽事 跟大家研究第六場 四班谷草1650 這場馬Layman量了之後 自己寫了七百隻馬 有資格差四年還 七隻左右 一隻和大家說 先說這隻叫做精算謀工的馬 精算系的馬 這隻馬又試了兩三貨集 沒什麼看的 只是看田泰安幫試過兩貨 兩貨集都是按住回來 又不是說很出色的走勢 一般一般都算是可以的 按住 就不太給你看 不過第一次撿了十檔 還有我記得這隻馬 我檢查過 他沒有試過快活菊集 我檢查多一次 研究一下 研究一下 泥雜 泥雜 草 草 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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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們有試過很多雜 好久之前有沒有試菊草 應該都沒有 沒有菊草雜 看看他鋤梨菊草 然後還有做功夫 應該是比較特別的 紅衣火旺 一直都跑1000 這次上來1200米 田坦安自己帶CP,因為他今天有這個配備變動 帶CP1就去彈細閘,以及跳了一貨 動態上都是積極的 另外有隻叫村河進區,上次追得不錯,鬼鬼祟祟 又是初過來1200米,因為上次他是1000米 今天初過來1200米,今天去試貨集 但是由阿薛恩哥哥試的 這個火集是很後過終點的,但我覺得是可以的 這個馬房的心意比較難刷一些 還有阿薛恩試就現在用何宅堯 這些就是再做功夫的馬 預計這場馬的步速,有牛禎大哥上次休了那麼久 就搞住那隻正本寬心,搞到連披都撤了 預計這隻都會快的啦 紅衣火王一千都守到 有一場不是守得太後的位 可能上來1200米 加個配備,看看會不會都是跟著的位來跑 電訊錶馬這隻馬,經常都撿到外檔 今天叫做有小小改善那麼大把 由10檔2去8檔 其實他有一場是被人撐在外面,強行搶回來 虧了那些步速都不是輸得太遠的 至於這一排整天跑千四的極爽 之前試過放頭贏馬,又試過後追追得近 接著又守住好位就不多 但今天又撿了個12檔,這隻比較難估他的跑法 那隻叫做紅中列馬,上次介紹就贏了馬 但今天加了他8磅,但當位都是理想的 拉縮都繼續騎他 這隻馬又是咬住位來跑的 另外又過回來 縮回陶程加眼罩的電訊火箭 另外還有一隻叫做擺到前一點的 就是理想回報,他泥地也好,谷草也好 只要當位不是很差的話 他都不會守得太後的 還有一隻叫文武先鋒 大家都記得前一場的雷文雅和大家拿了他 但潘盾一出閘就沒有跑過 上場跑千四,比起前一場我選他幾二十倍爆進來 我預計他三三四四那場 那場很慢時間跑過第四 對上那場他在一個叫做 蝕了步速之下回來斷了 但是好了一點 如果你說文武先鋒,如果不是出閘又漏閘的 我相信他都可以厚追一段 今天就預計了,有這一隻的理想回報 或者羅富泉的紅衣火旺 快梗的又有牛禎大哥 我覺得今天電訊錶馬都有可能擺到前面 所以我預計這場的步速應該都有正常步速 既然也有些複雜的 說了一些人馬合格馬,簡單講起 未跑過這個路程的馬有多少呢 有紅衣火旺 勁家家 村河進區 以及這隻 希斯的掌金王者 這些都未跑過谷草千二米 人馬合格的有紅衣火旺 電訊錶馬 還有一隻紅衣烈馬 電訊火箭 以及這隻叫做理想回報 這些都人馬合格的 也有五隻 換了配備又穩定的 紅衣烈馬 這隻都頗穩定的 經常遇到什麼聖眼光 蔡浩漢另外一隻 上次轉過來谷草就贏了馬 符合這兩個條件的就是紅衣烈馬 但是今天加了他8磅 拉縮也繼續狠騎 但是也有一個好的當位 他屬於守著下位 而是有得追的馬來的 即是能跟能鬥的 希望他8磅 就不要說 加了這8磅 對他有什麼太大的影響 因為你始終雖然說加8磅 你都是什麼一二幾 不是說一三幾 對上 變成就是這樣 但是今天加配備的馬有很多 即是有些變數 紅衣火旺 電訊錶馬 新的那隻不要說 極爽又除頭罩 電訊火箭一縮短就加上眼罩 理想回報都是一跑回草地就除防沙 先看看這隻紅中列馬 上次就選了他 但是今天加了這麼多磅 究竟是怎樣呢 上次他的報速 究竟是贏得 有沒有說服力呢 我覺得也是有少少蝕了報速 後面的魅力星光 再出 雷文都選了他 扔了大外檔 其實是輸很少跑的第四 財進 無端端踩油回來 其實都是輸兩個馬位 新威力再跑第四 得益良多 有藝君子 再出也有些不錯的表現 幸好那天 輸了那個快步速就斷了 今天都升班了 看看這隻紅中列馬 怎麼跑 其實他一早守住三四位 幸好那天沒什麼馬搞 潘明輝有隻馬被人問話 左兜右兜 給他一隻單騎另放就贏了 不要說這些 那就升班了 那隻魅力星光再出 扔了大外檔 輸很少 剛剛給日就月章 就刀了第三 這一隻再出也第四 這隻紅中列馬 其實有可能 如果計算報速是虧了少少的 好像巴巴閉那些 其實再出也遇到意外 其實這一場馬 這兩隻馬 我不知道在那跑什麼 大墮後的 又失車又成 反而財進 再出要克服外檔 其實輸不遠 即是跑錯了 這一隻也扔了出來 扔了出來也兜了少少路程 但是再騎下去也挺好反應 這隻也算是挺準的 上千六就只有近 後面那些陽明什麼 巴巴閉那些 左塞右塞 財進就爆了百多倍冷盤 再出也近 這隻紅中列馬 今天加了八磅 希望他克服得到 先選這隻 第二隻 我又想和大家看這隻 電訊錶馬 雷文都很久沒有選這隻馬 我又不看上一場 我又看前一場 莫雷拉騎這一場 當日有旅遊 雷拉督今天也再出 勝利在手再出也行 辣德嘉的關今天也再出 虧報速 紅衣火旺也在 另外正本開心再出 被牛禎大哥 搞到報速很快 搞不定 你知道我勝再出也OK 川河進區也在 看這一群獎金王者 這一場有很多馬體 其實這隻電訊錶馬 他也在這裏鏟 因為經常都撿到外檔 今天白檔好一點 他都叫做鏟了出來 經過一大輪力之後 其實他沒什麼 騎的 紅衣火旺 放在這一個位置 再頂了他的電訊錶馬 在外面 希望今天這隻電訊錶馬 祭遇好一點 被人頂一頂 不如走上去 今天又浪費了 力 報速已經算是快 再浪費了力 後面這隻叫做 川河進區 有追的 騎得好一樣 這隻電訊錶馬 又扔到外面 我們欣賞一下拉縮 怎樣騎這隻馬 這隻紅衣火旺 騎下去也有 莫黎拉這隻手 其實也不太硬 這隻川河進區也不太硬 食欣哥哥 最後50米 女遊拿刀外面 蓋上來有沒有機會贏回場 中間位置 勝利在手 這一場其實是一千來的 你看看電訊錶馬一千 都可以搶到在前面 照計 如果今天 檔位好一點點 如果立心要搶在前面 應該都可以做得到吧 拼一拼 既然 檔位好了 今次回來 千二 由一千 上一場 其實我也沒有特別大意見 因為撿拾檔 也沒有特別意見 所以我還是看前一場 川河進區也有追過一段 再去試多貨集 雖然很後果終點 我覺得是試得好的 講了這些 看了川河進區 看了紅衣火旺 還要看紅衣火旺 雖然他今天 剛才也看了 他跑過扔了外蕩 跑過第三 但是看一場 涉去內蘭那場 你戰我勝再出 旅遊拿督再出都贏馬 後面的馬 暫時沒有什麼交到 好好表現 即是你知我勝 和紅衣火旺 不過這隻馬 放在內蘭節省一點 就好像好一點 紅衣火旺 內蕩 今天也是撿了內蕩 但是要上來千二 但是我看他 如果節省的話 應該也有可能做得到 上次剛才那場 繞了外面回來 其實他也有得追 但是如果放在裡面的話 他也 沒有兜那麼久的力 克服的難度 比較少 今天撿回一個好一點的檔 其實這一場 嚴格來說 他是虧了報速 前面是慢的 慢慢的 又不是很慢 那麼就放在內蘭 你知道我勝一騎下去 就厲害了 他兜到內蘭那裏 然後節省一點腳情 不要兜到外面 他也是有得擠的那一群 旅遊拿督再出都爆一段都贏馬了 後面那一群是有兒之階的 都叫做彈開其他的 可以車網一下這隻質身馬 都能夠 加情試一下 如果不要兜到外面 節省一些腳情的 應該也有可能適合得到 這群選馬就和大家研究一下 先選了這隻 8號的紅中列馬 希望加了8磅 其實這隻馬都挺機動的 挺好跑的 若然真的有牛精大哥 或者未跑過這個路程 走在外面 走快一點點 你守住一下追 幾隻馬 應該都可以做得到 機動有騎下去有反應 先愛這隻馬 第二隻 先駁回這隻電訊錶馬 前一場拉縮騎 都不是很硬 上場是撿外檔 今天 舍欣哥哥也有些馬 試過集五騎 好像村鵝進區 騎回這隻電訊錶馬 1000隊 都可以跟得到前面 上來1200 立心是要 減過來的 看看他能不能放得到 好一點的位 有賠率 可能是這些 第三隻 我都會 2468 我都會駁回村鵝進區 但如果選擇就先選擇一隻二 六那些都未跑過進來 試過集 我覺得好 再加上二號那隻 紅衣火旺 也有好檔 田坦安也有試過徵雪謀功 他都騎這隻 這隻馬是他騎的 守住 希望千二都沒有問題 八四二選擇了 再選擇多隻冷門的 是涉恩試了集 吳騎的 川河進區 我覺得前一場大家看了這條片 他有追 涉恩騎下去 一般硬 今天用到 何宅堯 試了貨集過來 雖然貨集很厚過終點 但我覺得是OK的 但是這個馬房心意比較難刷一些 要不要再試一試 都要看看 賠率行事 至於四連盟四重採決 也有三四隻 如果是涉恩事前Live的老友 才去跟大家研究一下 選了八號的紅中列馬 四號這隻 今次又加上了電訊 標馬 希望檔位好一點 然後二號的紅衣火旺 第一次跑千二 六號也是第一次跑千二的 川河進區 就是涉恩有冷有熱的深水 希望各位贏多一點 明星公人 絲綺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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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綺